您好欢迎收看8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潘哲宇 首先带您来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团 18号打火车10点多到花莲 成为第一位外县市首长 到花莲市区展开一系列振兴当地经济的活动 自从0403强震以及台风土石流 造成铁公路中断修复以来 花莲的观光以及经济受到重创 而侯友宜此行意在振兴花莲 驻离当地恢复生机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花莲遭棚强震台风奇迹 对观光产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为了振兴花莲经济 特别率团来花莲 新城主要目的是促进新北市与花莲县的交流合作 并且支持花莲观光以及产业复苏 我们一路走过来在花莲的市民地区 我们看起来 我们小点的行李都不好 点的行李也做成两三下 那观光旅数都不用叩咐 大概只有一成多 所以花莲真的在今年度 他的生意真的非常的不好 希望更多的国人 甚至国外的观光客 来到花莲来消费 所以今天我带着我们新北市的观光产业的大家的旅行团来这个地方 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不断的希望能够来替花莲行家以外 也在华莲好山好水 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有小吃的很棒 因为我的店面做的食品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油脂 更重要的 走遍的所有各地 大家都热情的接待 希望大家能够到花莲 所以我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一路看 吃到现在 我到的胃 中重中 还有一个人胃不高 希望全台湾人国外人士 不是像花莲 为了照伴来照顾 也要把伴手里给买一些 甚至也可以快递游记 所以我今天也带我们的荣誉岳 的所有的首长们来 我们买不去的 看不懂了 抓不够的 还是在抓到中间 抓不够那么多 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的跟他们 产销一起合作 荣誉产业和伴手里两线市互相合作 新闻市长侯友谊率领官员局 进发局 农业局 新闻局等一行 二十人参访搭火车抵达花莲之后 有花莲县福县长 严新章及县福观光处长余明勋 民政所长的明良真 以及多位局势所长同仁接待 参访首先先前往金山角商圈 这是花莲最重要的地方 多样的美食餐厅 伴手里点以及特色店面都汇集在此 侯市长人气超高 展现超强的亲和力 一走进呼吸市场 受到民众的热热欢迎 民众真相握手拍照里面 记得转眼花费不到